離開故鄉三十年了 每當有人問起 故鄉對你意味著什麼 我的眼前便會浮現出一條長長的香薑 它從不起眼的源頭奔向遙遠的去處 像極了我們的人生 年少時我們帶著問題遠行 等到經歷了歲月 才發現很多答案 就在曾經出發的地方 五十八年前 為了讀書 我赤著腳離開故鄉 那時山高路遠 只顧得上埋頭趕路 從來沒有留意過身邊的風景 現在不用趕路了 腳步也慢了 才發現這個生我養我的地方 有多美 周校長您好您好您好 終於見到您了 歡迎來到我家鄉 是啊是啊 您回家多嗎 過去還是蠻多 過去我父母在 後來我母親走了以後呢 但是每年至少會回那一次 吳正寫了很多首歌 給媽媽呀 那校長您有沒有想過 為家鄉劉陽寫首歌 也許這一次你來了陪你走走 能夠給我點靈感 太好了 如果能那樣 那當然很好 好啊 我們從這下去是到哪啊 這就到我的家了 這是後來您蓋的家 這個是大概有二十年了吧 二十年了 零一 零二年可能那個時候 重鸾秀我 萬象宜人 對 然後這個美華是我母親的名字 她姓吳 吳美華 所以這塊餅還是挺珍貴的 明白 我們先去看看 歡迎 姑姑 媽咋 媽咋 這是 這是徐弟子 這是我大弟弟 大弟弟 我還有二弟弟在 您好 齊生 周齊生 這肯定在年齡上 肯定我都叫哥哥 我都得叫哥哥 到您家來看看 好的 這是我母親的 您挺像媽媽的 您最像 是 可能大家也都這麼說 這是她的房間 這是您跟媽媽什麼時候的照片 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了 看樣子我覺得至少二十年前 我看您抱著媽媽的這個 抱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您跟媽媽是不是感情特好 特親 我聽說小時候媽媽帶您去採那個油茶果 是吧 對 您為才寫了一首歌 對吧 是的 是 您能帶我去看看當年採的地方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這個其實就是一棵油茶樹 這個嗎 對 上面還有這個還沒長大的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就這麼點啊 對 你想所以過去我母親就會 你想高有的夠不著呢 她就會爬樹爬上 然後另外這種樹 就是比如說長得特別 比較危險的地方 它也去啊 也去啊 所以我那個歌詞 不是在高山深處的懸崖陡坡 長著媽媽的油茶果 您看在這樣的山上 要採果子多難啊 啊 是是是 嗯 是 所以媽媽這輩子真是吃了不少苦 吃了很多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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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哇 有瀑布欸 這個地方呢 嗯 叫做封門口 哦 過去我們進山就在順著這個河 往上走 但是叫封門口呢 就是這個地方啊 公會很大 您看現在我們等於是 一塊兒在走媽媽當年走過的路 是是是 嗯 這一路上真的是好美啊 嗯 哇 好美 但是過去我們沒有覺得它美 過去因為 謀生皆難 對 是的 所以我到這個山裡頭 這是必經之路 要到這山裡 比如說撿油茶果也好 去砍柴也好 就這條小橋 現在是石板 又怕冬天有時候下了雪 這山的結會結冰 那就太害怕了 很煩 所以我也小時候有時候不敢過 就是我媽媽就抱我 嚇人 嚇人 小孩兒真的會害怕 對 很害怕 那您這兒坐坐吧 我們坐一會 坐一會 您剛才一路上說到這個媽媽的油茶果 那首歌您還會唱 您會唱吧 我看看我很久沒唱 我試試看 您哼哼看好吧 我哼哼看 全面鞋 也喜歡 太多了 我哼哼看 阿玛与佛 这个小桥 我也写了一个 威牙碧日 刚风起 急雨推波 恶闹翻 跨见石桥 宽二尺 归家去境 各千山 完后至此 皆心颤 壮世林之 亦胆寒 感望儿时 多往返 亲娘抱我 渡难关 哎呦 您看有些厚几句 完后至此 皆心颤 壮世林之 亦胆寒 感望儿时 多往返 亲娘抱我 渡难关 就是这么难的地方 连壮世来了 都感寒的地方 是娘抱的 您往返 所以 就是我 我超这个的时候 是我妈妈 过世一百天 妈妈走了以后 您是很长时间 是不是走不出来 我通宵通宵地睡不着 会通宵通宵地哭 很负责 很负责 没有多陪她 没有照顾好她 光是忙自己的事情 所以 母亲不在了 是不一样的 尽管我们兄弟感情也不错 但是 最想念的还是我母亲 坐 坐伙吧 行 到那里坐一下 来来来 到这坐 到这 来来来来 就是你们小时候 那时候的生活 是什么样 我小时候特别爱读书 特别想读书 我妈为了供我读书 她不管有多苦 她就自己忍着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最苦的那年 就是会到那个山上 有那种很大叶子的 叫苦菜吧 反正是挺大叶子 那种炒熟 然后晒干以后 搁到饭里头一起煮 就是这么吃 所以您当初 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 您能考上北大 当初 您是不是觉得 特别不可思议 没有 没有啊 我是这样子 我刚才说 我高一二的时候 我就 好像是这个顿悟了 顿悟以后 我的学习成绩 上得特别快 到高三 我绝对是 全年纪最好的 对 所以当时田志愿呢 第一就是田的北大 后来这个暑期 等这个录取通知 怎么也等不到 我们村里也有别人 考上武汉大学 他们的录取通知都来了 我就没有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毛 说怎么回事呢 结果到了 这个是这个八月底了 有一天 我在地底头干活呢 干活这个我们有一个 在村里的一个人 他到地底来找我 他拿着一张什么呢 这个不是录取通知书 是北京大学 那个新生的行李签 北大录取一个学生呢 除了拿通知书 还会给你两张行李签 就是你的行李上 拴上这个 表签 对 他给我一看这个 当然我知道 这是肯定是考上了 有了录取通知书 就准备去北京了 然后我母亲就做准备 包括给我做鞋子 然后呢 说北京很冷 就给做一个很重的被子 然后呢 我也没有箱子 他从邻居那买了 一块钱买了一个旧箱子 给我弄些衣服啊什么的 然后我是这样子就挑着 一头是一个大被窝 一头是那个箱子 挑着呢 从这儿要到长沙 就是光着脚走了两天嘛 你妈妈不是给你做了一双鞋吗 你舍不得穿吗 当然舍不得穿嘛 他老人家九十大寿的时候 您回来了 我回来就在这儿 当时我看到就是 我也是报道上看到的 就是当时您跪到妈妈的面前 跪了十来分钟 反正是在哭的一大糊涂 当时我还看到有人说 说周其凤校长回家 什么跪在妈妈面前 跪十几分钟 什么做秀啊什么的 当时您听到这些了吗 我知道 您知道 我知道 这个我呢 其实网上骂我的很多 一个是这个 说做秀 对 最有意思的是 有一个漫画家 画了一个漫画 来恶心我 说我笑得很惨媚 我看到那漫画叫 北大校长 是笑话的笑 对 对对 你当时看了什么感觉 应该说 当然是不愉快 对这种事情 但是我很快这个事情就 就过去 因为你说人生有谁没有被误解过 人生又有谁没有误解过别人 你要想这个漫画家 他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从他的角度 他要这样子表现一下 也没关系 这是他的表达 古人说过 说过 举是欲之 而不加劝 举是非之 而不加举 就是满世界 都表扬我 夸我的时候 我也不要得意 满世界都说我坏话的时候 我也不要沮丧 所以您当时就是 哪怕是遭到那么多的非议 或者不解 您也没有想过 去要跟别人解释吗 没有 有些事情你越去解释 越骂你的人也会更多 哭也不行 笑也不行 笑吗 说你喘笑 喘妹 哭呢 说你作秀 你要去跟这些人计较 那你还活不活 哭笑不得 是不是 对 北大一个教授 谢敏先生 出了一本诗集 叫做爱解 其中有一句诗 给我印象很深 他说 即便是痛苦和不幸 也都失忆盎然 这个境界 这什么境界 什么胸态 这不是一般境界 对 因为他也是受过很多的苦难 所以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 即便是痛苦和不幸 也都失忆盎然 也就是说 您很快也就释然了 这些事在您心里就过去了 对 石历老师 你叫我石历 这就是刘阳一中 也是刘阳文庙的地方 刘阳一中这个牌子呢 是胡耀邦同志书写的 哦 耀邦同志是刘阳一中的第一班的学生 第一班的学生 对对对 文庙呢就是1843年重建的 在宋代就有 宋代就有 宋代就有 上千年了 然后清代再重建 对对对 那这就是你们刘阳一中的是一部分 这个文庙在学校里面 它呢有一个过程 最早嘛文庙是文庙 学校是学校 后来呢这个 有一阵这个文庙 就成了学校的一部分 这个这两边都是刘阳一中的 那边是生活区 这边是教学区 我看见那边是教学区了 对对对 是的 您这母校条件真好啊 环境也真好啊 这个呢确实是变化很大 高一的第二学期 我母亲凑不起这个学费 所以我就写了退学 当时吴国运校长 跟我说你不要退学 学校帮你 所以我对这个梁一中 是特别感恩 我要特别请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吴国运校长的 雕所 我再给吴校长举个骨 所以您特别设立了 胡国运校长名字的奖教金 感恩有这样的教师的存在 这还有植物园 上去就是那个后山上 是的 学生唱歌 对 我们去听听哈 对对对 她们再说呢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庆庆放乐 我问你亲爱过百 谁给我们安排下 敬会生活 小船轻轻 飘荡在水中 明天吹来 凉霜的风 真好 专校长您好 同学们 掌声欢迎专校长和许老师 老师这是一中的合唱团吗 对 唱得真好 学生们一周训练几次 训练两到三次 我们学校有专门的社团 社团课现在就是发展的还比较好 您那会儿在这上学的时候有合唱团吗 至少我没参加过 但是应该很少有社团活动 很少有 机会很难得我们的周校长来了 有问题的 我们大家踊跃举手 周校长您好 我想请问你一个在座同学都很想问的一个问题 请问怎么才能考上北京大学呢 请坐 请坐 这是不是你们大家的学生 首先我想说 这个考上北京大学确实好 因为我要坦率地跟大家说 也不是进了北大的校门的所有的孩子 最后都能够成才 也到那里头 当然竞争也很激烈 有的孩子在那里头如鱼得水 也有的孩子他在那就觉得很困难 所以我想呢就是怎么能考上北大 可能最要紧的 你就持之以恒地去努力 另外保持好一个好的心态 周校长您好 我想问的是 您在北京或者是在吉林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烟花呢 看过 当然 那您觉得是流洋的烟花更好看 还是那边的烟花更好看呢 我特别要告诉你的 北京跟吉林看的烟花都是流洋的烟花 还有吗 还有吗 举手 好 我们请最后那个西位的男生 周校长您好 我想问的问题是 如果我没有考上一个好大学 我选择送外卖您会支持我吗 为什么不支持 送外卖是大家需要的一个职业 是值得受到尊重的一个职业 但是送外卖当然很辛苦 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长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看清送外卖 好吗 任何的职业都值得你尊重 周校长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因为前面绝大部分同学 他们问的问题可能都 与考上好大学有关 但我想请问您 就是您认为考上好大学 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初度吗 当然不是 甚至不光是考大学 甚至没念大学 也未见得就没有好的人生 千万不要把上大学和美好的人生等同起来 你有机会上大学 你就珍惜那个机会 如果你没有机会上大学 你那个年花你要珍惜 你不会浪会它 你是用另外的方式 你再锻炼自己 再提高自己 为自己的将来的成功做准备 即使是他一天书没有读过 他也可以有美好的人生 谢谢周老师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个就要跟各位告辞了 祝福大家 好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周校长 校长 您对刘洋河的记忆是什么呀 刘洋河是刘洋人的母亲河了 而且我们非常自豪 这条河恐怕是名气最大的 因为那首歌 刘洋河 晚辈着鸚 晚辈着鸡刀啊 其实离谁有大小家 江边有过什么�かった 去掉个什么人 世界把你得说 啥? 也該河 在樓岸河边啊 您觉得您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做个自我评价 您会怎么说 其实说起来是一个一般的人 一个很普通的人 那是有一点点这个刘洋人的太直吧 明白 就您这性格 您不是说自己很直 您在吉林大学当校长的时候 有过死亡威胁是吗 这事是怎么回事 其实是真谛的矛盾 然后有一个东北人 很壮的一个男子汉 说原先对他的补偿不公 结果有一天 他身上绑着炸药奶 意思是不给他解决 就同归于尽 我当时跟他们说过 我说我是刘洋人 那个地方出过 探四童和胡耀堡 意思是你这个威胁我 我是不怕 另外我免了47个不得 因为我调研以后 我发现很多人就是躺 就在躺平 不干活 在我心目里头 博到就是干活的 不是说把它当作一个荣誉 我说这个是不对的 我听了您的讲述 就发现您一旦认准了的事情 认为正确的事情 您一定是全力以赴去做 是的 很血性的一种感觉 我内心还是很坚定的 我们湖南人都什么 Budman 什么 奶的凡 这是湖南人的这种品德是 非常好的 尤其在很关键的时候 起作用 特别高兴 到了刘洋 是的 刘洋是 花炮之下 然后呢正好今天是星期六 每星期六这个地方都会晚上 会有个烟火晚会 希望你能够享受 好 好 比较深情多晚的小河 好深刻略天香 一片整车盏蓝的晴天 烟花无处疯狂 一盘街已无尽的观世 花儿开在心上 一座树木 庄严的闻苗 五月作笑花长 花流遥 我心爱的家乡 多想动人 动人的故事 再有 你们心中 传潮 传潮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 可通过芒果TV国际版APP MangoTV同步收看 这个卫星原来都是这些发达国家定的规则 这就是欺负弱小国家 今年的卫星导航定位终身成就奖 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刘金兰 卫星导航定位终身成就奖 整有出头之 美国都上天 终于也会有这样一天 我还有目标 下一代北斗怎么做 那我要去实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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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